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的一个小县城发生了好几起离奇的案件 先是发现了死者的脑袋 但是又跟找到的尸体对不上号 官府抓到的虽然都是现行犯 但是尸体与脑袋还是陆续出现 连续几次之后把老百姓都吓坏了 然而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 竟然是个带些乌龙色彩的黑色喜剧 那一年是2003年 我徒步到了湖南与贵州的大山深处 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小县城 这个县城很有意思 因为它虽然跟别的县城一样 到处都有欢迎观光客的广告牌 但是这个县城的用词很有趣 上面都写着欢迎您来此地改头换面 我走进了一家小餐馆 叫了几个当地的特色菜 顺便问老板 为什么要欢迎大家来这里改头换面 老板笑了笑 没说话 原来这个小餐厅就他一个人 他既要炒菜还要当服务员 看来是没空搭理我 一直等到我快要吃完了 只见到他拎着一壶酒端了一盘菜 坐到我对面 抓了两只干净杯子都倒满了酒 把菜放在正中间 然后举几他面前的杯子说 不好意思啊 这里就我一个人刚忙完 说完就把酒一口给闷了 放下杯子之后 小店老板看了看我 先是若有所思的 然后笑了笑 接着开始讲述这个县城的 改头换面的故事 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清朝初年 当时有一个穷书生小猪 他因为自己的家乡贵州闹饥荒 因此逃难到了湖南的这个小县城来 在一个偏远的荒郊野地 租了个勉强能够遮风避雨的破屋子读书 准备两年后去北京参加考试 小猪这一路奔波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安身之地 于是一天早上去镇上买了一只鸡 准备解解铲 镇上卖肉的屠户姓张 每天早上都会杀几十只鸡 要配送到各个餐馆 杀好的鸡都会用大片的荷叶 包着整整齐齐 最后再绑上稻草绳 这天店里的伙计看小猪来得早 收了钱之后 就将其中已经收拾好的一只鸡 直接交给了小猪 小猪开心地把它放进竹篓子里 然后背着就准备回家 脑子里面已经在想 是清炖好还是红烧好 结果走着走着 竟然被县城里巡逻的官兵给叫住 原来是官兵注意到他背上背的竹篓子里面正在往下滴鲜血 所以要检查小猪背上背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猪一边解释说是刚买的鸡 一边将稻草绳子解开 然后一层一层的剥开荷叶 结果小猪与官兵都吓了一跳 因为里面的竟然不是鸡 而是一个女人的人头 吓了一跳的官兵立刻将小猪控制住 押回衙门受审之后 怀疑小猪应该是杀人分尸 正准备要毁尸灭鸡 却被官兵撞进了 县官命令捕快去小猪的家里搜查 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尸体 捕快压着小猪回到住处之后 不久就发现握射着床底下的地面不平整 搬开床之后更发现 这块不平整的地面连颜色都不一样 明显是挖过了之后在田上的 不快立刻吩咐手下开挖 果然没多久就有个发现 原来无头的尸体就被埋在小猪的床底下 官兵将这具无头的尸体带回了衙门 一顿毒打之后 小猪承认了是自己杀了这个人 但是行凶的动机 对方是什么人 什么时候动的手 都交代不清楚 而且现关注意的 小猪身形受弱 又是个书呆子 不像是有能力杀人分尸的凶手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负责验尸的武作发现 这个小猪竹篓子里面装的那个 是个女人的脑袋 但是小猪的床底下挖出来的 却是个男人的尸体 而且尸体与脑袋脖子上的刀痕 根本对不上 县官心想 会不会是小猪 实际上杀了两个人 另外还有地方藏着一副脑袋与尸体 或是这个案子另有隐情 县官只好先把小猪压在大牢 决定先找人去好好查一查 小猪这个人的背景 但是就在县官思考整件案子的同时 县城的另一个地方又出事了 原来是乞丐小李不见了 照理说 一个乞丐不见了 是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 也不会有人在乎的小事 问题是 平时跟着乞丐小李一起要饭的大黄狗 被人发现 蹲在老王的果园里面的一个角落 时不时地扯着嗓子 像狼一样的鬼哭狼吼 赶都赶不走 把附近的农户搞得神经兮兮 就在农户决定要打死这条狗的时候 走近一看才发现 这条狗把地上的土刨开了一层 露出来的竟然是一截人的小腿 农户吓得立刻报官 不快过来看了之后 赶紧吩咐人把整具尸体都挖出来 不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果园这里挖出来的 一样是个脑袋被砍下来的死人 这下子老百姓可吓坏了 毕竟在清朝初年那个时代 哪里听说过变态杀人魔这种犯罪形态 县官当然就更头疼了 因为再加上果园老王这里挖出来的遗体 现在看起来至少已经有两起凶杀案了 但是实际上还不止 因为武作发现 果园这里新发现的遗体与脑袋 一样不属于同一个人 因为脖子上的刀痕一样不吻合 而且更奇怪的是 武作还进一步发现了 果园这里挖出来的脑袋 却刚好可以吻合书生小猪床底下的那一具遗体 但是果园这里挖出来的尸体却是男的 不可能是小猪竹篓子里面那个女人脑袋的身体 也就是说现在县官的手上至少有了三起命案 一个是书生小猪竹篓子里面那个女人的脑袋 一个是老王的果园里面的那个无头男尸 还有一个是书生小猪床底下的尸体 与果园挖出来的脑袋一起拼凑完成的全尸 现在的问题是 女人脑袋的身体在哪里 无头男尸的脑袋又在哪里 还有就是书生小猪与果园老王 跟那具拼凑完整的尸体又有什么关联 县官决定把果园老王找来问清楚 同时又把书生小猪从大牢里带出来 再次言行逼供的结果还是一样 小猪愿意承认自己是杀了人了 但是对一切细节都无法交代 简单说就是取打成招了 而果园老王这里也是言辞闪烁 一问三不知 正在县太爷一个头两个大的时候 没想到县城里又出事了 原来是官兵在街上 又遇到一个背着竹篓子 背上的荷叶包一样在往下滴心血的人 带回衙门之后打开了一看 竟然又是一个人头 只不过这次是个男人的脑袋 县官知道了之后立即升堂 一看底下跪着的 原来是惯犯孙儿 县官二话不说就叫人用刑 可怜的孙儿 什么话都还没说 屁股就先被打了个皮开肉绽 县官看孙儿被打得差不多了 这才开口问他 孙儿 你真是贼性不改 这次你又偷了什么东西 孙儿被打得一把引了一把鼻涕 连含冤带求饶的说 大人饶命 小人冤枉啊 刚才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于是跑到张图坑那里偷了一只鸡 正准备要找地方生活烤了吃 谁知道就被两位公才大哥拦下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个人的脑袋 我冤枉啊大人啊 现在也看孙儿啊 已经被打了个半死 不能再打了 然后转念一想 突然发觉不对啊 前天书生小猪是在张图坑这里买鸡 结果里面是一个人的脑袋 怎么今天小偷孙儿 又在这里偷到了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张图坑的店里觉得有问题啊 县官想到这里 把捕快喊到身边 焦头接耳地交代了几件事情之后 退堂 捕快很快就带着官兵到张图坑的店里去了 进到店里 官兵二话不说 就先把张图坑拿下 接着捕快就在张图坑的店里 里里外外地四处张望 像是在地上找什么掉落的东西似的 没多久 捕快就在院子里面的墙边上站住 捕快指着地上一块颜色 跟旁边明显不一样的长方形区块 喊了一声 哇 几个官兵立刻拿着铲子铲头就开始跑 结果还不到一刻钟就有了发现 相信大家都猜到 又是一具无头的死尸 当地的百姓这下子几乎都要疯了 不过 五座这里确实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张图坑院子里面挖出来的是具女尸 而且正好就是书生小猪 竹篓子里面那个女人脑袋的身体 而小偷孙儿竹篓子里面的脑袋 又刚好跟老王果园里面挖出来的那具男尸是一对 再加上原本就已经合体的那一句 三具尸首总算是都凑齐了 不过问题是 这三具尸首之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搞清楚 于是县官再度升堂 吩咐人先将冠妾孙儿带上来 想先问清楚他是怎么偷来的那个人头 结果之前被打得半死的孙儿 不知道是迷糊了还是被打坏了 说出来的话竟然是牛头不对马嘴 他说那个人头是这么回事 那天晚上 我偷偷地爬进本地最有钱的旋外的家里 撬开保险柜之后 在里面摸到一个木头盒子 抱起来还挺重的 我心想这里面一定是值钱的宝贝 否则徐温外不会把它锁在保险柜里 于是抱了盒子就往外跑 一路跑到老王的果园 眼看私下无人安全了 我就坐在树底下 开开心心地打开盒子 结果没想到 里面放的竟然是一个人的脑袋 我当时就瞎了半死 立刻站起身 丢下人头 没命地往家里跑 正当大家都奇怪 你孙儿说的案子 怎么跟老爷问的不一样的时候 县官却得意地点了点头 孙儿这时候才突然意识到 哎呀 自己竟然把两天前 偷徐温外家里的经过 不打自招了出来 县官笑着 再次把捕快叫到身边 交头接耳地又交代了几件事情 然后突然就退堂了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县官正式上堂 一家伙把书生小猪 果园老王 屠户老张 小偷孙儿 还有昨天被捕快带回来的 许元外 全都带上大堂 仙太爷 他特意把之前就被打得 皮开肉战的书生小猪 与小偷孙儿 安排他们跪在第一排 让后面的三个人 看着前面两个血肉模糊的屁股 不怕他们敢不从事招了 结果 这一个早上 大堂上面跪的这几个人 终于把这个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 连环凶杀案的来龙去脉 算是搞清楚 原来啊 事情是这样 这个书生小猪 在他逃难来到这个小地方的 大概十天之前 本地的大户许元外在他家里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许元外以前在广州 做生意的合伙人 这个人来者不善 因为啊 许元外之前私吞了他的钱 然后改名换姓 躲到这个小县城来的 只不过 最终还是被人家找上门了 许元外在跟对方谈判的过程中 一时起了杀心 一天夜里 竟然就将人活活给掐死了 随后又拿出了防身的尖刀 将对方的脑袋切了下来 原本是想 伸手益处的案子更难破案 对自己更有利 于是连夜偷偷地就把尸体 用牛车 拉到了农民拿来抵债的 那个位在荒郊野外的 没人住的破屋子里 在卧房的床底下 挖了个坑啊 就埋了 忙忙回到家 再找了个大小差不多的木盒子 把脑袋装了进去之后 暂时先锁进了保险柜 心想过两天找个理由 去郊外踏青 顺路把脑袋丢进盒里面 就完事了 只不过后来的几天 都在下雨 又来了个书生 说要租那个破房子住 结果一忙 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 等到雨停了 想起来该把那个脑袋 丢掉的时候 却发现 家里面的保险柜 被撬开了 那个装了脑袋的盒子 早已经不一而非 许人外知道的 就说到这里 县官转头看着小偷孙儿说 你昨天自己说了啊 是你偷了许人外的盒子 最后丢在了老王的果园里 孙儿只能点头连声说 大人 人不是我杀的 大人饶命啊 县官在转头 看着果园的老王说 你接着说 果园老王 只能老老实实地 交代后面的事情 原来 是他早上起来 打了一果园的时候 赫然发现 地上有一个人头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当时他也没想太多 直觉啊 就是赶紧挖个坑 埋了 眼不见为近 就在他把坑挖好 把人头踢到坑里面 准备填上土的时候 乞丐小李 突然从树林里面 跳了出来 原来刚才的过程啊 都被小李看见了 旁边还有跟着小李 一起要饭的大黄狗 这个乞丐小李 经常来果园 偷吃老王的橙子 因此 经常被老王修理 今天可算是被小李 找到了报仇的机会 他的意思就是 你老王如果不给我点好处 那我小李 立刻就去报官 老王一想 自己的果园里面 平白无故 跑出来一个人头 这可不是小事啊 于是拉下了李 跟小李说好话 答应给小李 几两银子 但是小李要帮王 一起把人头埋了 小李二话不说 拿起铲子 就开始填土 只不过 老王越想 心里越不舒服 自己竟然被一个 臭药饭的威胁 于是心一横 举起手上的锄头 就往小李的身上砸下去 结果刚好就把 乞丐小李的脑袋 给铲了下来 旁边的大黄狗哀好一声就跑了 这下子 老王只好再挖一个更大的坑 但是小李死不瞑目 瞪着大眼睛的脑袋 实在有点吓人 于是老王先在旁边的池塘里 摘了几片荷叶 把小李的脑袋 一层又一层的包住 最后再拿稻草绳子绑好 外表看起来 就跟在市场里买的肉一样 就在老王终于把坑挖好 在一脚把小李的尸体 踢了进去之后 再转头 却发现荷叶包者的脑袋不见了 果园老王知道的 就说到这里 县太爷 转头看着张图护说 换你了 张图护 一边转过头 看看果园老王 一边却声声地说 回老爷 实情是 那天 老王的老婆 丁氏来找我 丁氏说 我们私下在一起那么久了 该是要了结的时候了 如果我把他从老王的身边带走 那他就准备把我跟他的丑事宣扬出去 或是我可以给他一大笔风口费 否则 今天他就不走了 结果 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 我心想你一个女流之辈竟然敢跟我谈条件 没想到 丁氏就在屋子里扯着嗓子又哭又闹 我情急之下死死地捂住他的嘴 没想到 却把他给闷死了 当时我想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丢到野外 身体就在院子里面挖个坑埋了 于是当天夜里 我就把丁氏的身体埋在了院子里 又把丁氏的脑袋用荷叶包好 再用稻草绳子捆好 外表就跟平时卖肉给客人的包装一模一样 等天亮了 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拎着他丢到野外 如果有人问 我就说是给客人送货 神不知鬼不觉啊 只不过 没想到累了一天 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丁氏的脑袋 已经被伙计当成杀好的老母鸡卖掉了 我知道之后 当然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心想 这个小镇 大家都是熟面孔 埋到丁氏脑袋的人 恐怕会立刻跑去果园找老王叶鸣震生 如果敢在这个人去找老王之前 可能还有机会把人头的事情遮掩过去 于是 我就赶紧跑去老王家里 结果 远远地就看见 老王正在果树底下挖坑 旁边 还放着一个荷叶包着的大包裹 我认定了那是我昨夜打包的脑袋 看起来 是已经有人把丁氏的脑袋送还给了老王 而且老王看样子是知道了我跟他老婆的奸情 现在他挖坑 一定是准备把丁氏的脑袋埋了 再来找我算账 这个时候我集中生智 心想 不如就把丁氏的脑袋偷走 这样老王就算找上门来也是死无对证 于是 我就趁老王忙着挖坑的时候 捏手捏脚的 把脑袋又给偷了回来 不过 坏就坏在 我没有立刻找个地方把这个脑袋丢了 反而是傻乎乎的 又带回了店里 后来一想 那就干脆也埋在院子里吧 结果 才离开去拿铲子准备挖坑 一转眼 原本放在桌子上的脑袋 竟然又不见了 不过现在知道了 原来是给孙儿当成刚仔的鸡又偷走了 而且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原来我偷回来的这个脑袋还不是丁氏的 竟然是乞丐小李的脑袋 大人 我也是冤枉的呀 县官听这几个人说到这里点了点头 先是吩咐手下把书生小猪当庭就放了 然后把小偷孙儿拖下去 狠狠又打了一顿屁 最后对许愿外 土护老张 果园老王说 你们三个杀人凶手 竟然在本官的眼皮底下 干出此等给死者改头换面 搞得人心惶惶的怪案 实在是罪大恶极 下去大牢 准备受死吧 事情到这里 算是水落石处了 三年之后 小猪进北京考中的进士 结果分发的时候 竟然好巧不巧 就被派到了这个地方做知信 皇帝啊 勉力小猪说 郑派你去的这个地方 穷山恶水 你明白郑的一番苦心 到了这里 要带领老百姓做出什么成绩 知道吗 小猪啊 想了想 脑海里面突然出现了四个字 嘴角一撇 笑了笑说 奴才知道 奴才一定带领他们好好努力的 改头换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 平